孟茴城啊 欢迎来到擂台 我是蓝虎 咱们继续来看这场比赛哈 观众方的话是一个摩天公 也是当前在建会上非常活跃的一个摩天公 这把碰到的是一个神木林 神木林怎么说是吧 当前版本的一个亲儿子啊 天公的话是吧 常年被丢这个冷板道是吧 很多年了 观众方秒过去 1400多 1500 打这种模式的话 神木林 秒的一个单位比较多啊 其实作用也并不是很大哈 对 然后继续拉宝宝 拉了一只隐身的一个豹子啊 双方都是出宝宝 这种模式的话还是 基本就是比谁的一个宝宝多哈 宝宝的一个质量 也很关键哈 细节很关键 有的宝宝你有可能价值非常高是吧 但是打这种模式有的时候真的需要改一改输 双双方一手风卷三云 威力并不大啊 因为观众方的一个宝宝都在法房 观众方的一个前面把握在神 连神两次 双方也是猛卡大击啊 队长方也是感觉有可能 这个伤害不是很够啊 直接就是起了一手秘论 双双方被挂上一把随甲刃 这样的话 双双方的一个暴态非常不好 双双方秒 挂双方秒1700 哎呦 双双方的一个输出有点略微有点弱哈 因为双双方的话 毕竟是起了一手秘论哈 秒的话和观众方秒过去的一个输出差不多 当然了 双双方秒的一个单位要多一点哈 双双方也是不想认输 继续招 招了一只隐身的一个龙龟 宝宝也绿啊 双双方这一回合是吧 直接是把局面给稳住了 楼贵疯狂吓血 真的 我的天哪 楼下是吧 又喝 有些人又喝了点猫尿 是吧 再喝这个盟会 大爷大娘子在吵吵啊 真的是 这么晚了 现在晚上10点40了 还在下面闹堂啊 真的 好像原因就是因为这没开门哈 就是这个门禁哈 他的一个车 没有录这个车牌 好像应该是 给他开门开网啊 就在这儿 哎呀 招招呼呼 招招呼呼的哈 哎呀 直接了 我靠 你嫌没事是吧 你录个车牌又能咋样是吧 又不麻烦是吧 你这么每天晚上都这么晚回来是吧 和个 和自己父母那么年纪大的一些 大爷大娘是吧 来卖弄这个嗓子 说实话啊 不太 哎呦 这一把对战方直接拉了一手大秒 观众方的一个宝宝基本全飞啊 对战方的一个宝宝又略 这样的话 对战方是直接把局势 给打了回来啊 这个摩天公是吧 在线刀年的一个荣光 感觉摩天公的话 秒的一个单位还是太少哈 只能秒三个是吧 现在在孟宝这种大环境下是吧 秒三个属实有点拉 但是秒的一个伤害属实是高哈 对战方继续拉 还是拉这种吸血鬼 这把的话 观众方肯定不能怂啊 因为观众方前期是取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 只是被对面推回来了哈 出了一手法联 我的天哪 也打三千 观众方也是雷霆万军 双方的一个伤害是吧 不相往来 其实总体来看的话 还是对面的一个神木铃伤害要高哈 好在宝宝绿了哈 这把宝宝没绿的话 人物还弹了163 直接出了一只吸血鬼 要不的话 这把观众方很难受 这战方是吧 越秒伤害越高 这只高连 直接是把对面的一个人物放到 这也伤害哈 有点高 吸血鬼拉自己 继续雷霆万军首尸 这个速度 哦 观众方拉锥子 这样的话对待方应该是很难赢了哈 看一看观众方拉出的这个 巡游是吧 哦 是带感知 就是控制虫哈 应该也是带感知的 主要是对待方清不掉 观众方这只高连 所以的话有点难受哈 观众方继续垫 垫4000 伤害还挺高 对面用这个无中仙拉起来 拉起来对战方又来了一手大鸟 你看 这个摩天空说 虽然他的一个输出也很足 但是他缺少 像这个神木银这种 风雪参与这种高爆发的一个 输出 你看 连续两把反推是吧 观众方场上直接全部虚脱 若延控 对战方有隐身宠也是打得很稳 观众方把孩子拉了出来 这样的话对战方这个宝宝只要一旦没有这个 隐身哈 就是他的一个死期 观众方用这个孩子拉 是吧一个零消耗的一个拉 但是速度没有卡上好在是取了一手163 哎呀 不得不说 之前这个房子 住的一个年岁有点长了哈 刚开始的那些 在这住的人一般素质还算比较高 但是慢慢的随着这个时间的一个久远 都搬走了哈 然后陆续又来了一批 感觉素质就不如是吧 之前的好啊